這是第二講 還影響我們今天的金融大事 美國在1944年推動了一個布列頓森林協議 當中44個國家同意將美元和黃金掛鉤 每日每35美元等於1盎司黃金 而他們以後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就用美元結算 因為美元可以直接兌換成黃金 這就是幾倍上最重要的概念 另外加多了兩件事 就是做了一個IMF 國際基金組織 另一個就是World Bank 初初不是這個名字 現在就叫做World Bank 就是世界銀行 這些就成為了一直在運行的國際金融機構 今天IMF和World Bank仍然在金融界影響非常深遠 這個制度在初初的時候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當歐洲經濟開始復甦 歐洲經濟開始復甦 美國的貿易和國家開始出現逆差 換句話說 美國賣出去的貿易是少於他買進來的貿易 但是美國可以這樣做 因為他可以靠印銀紙 繼續去買別人的貿易 於是國家開始懷疑美國 根本不夠黃金來支持他印的銀紙 一直到1971年左右 那些國家引致大量的黃金流出美國 當時的美國總統李克遜 美國政府宣布美元要貶值和停止兌換黃金 這個美元貶值 即是說 本來答應了35元1.5盎司黃金 他一貶值之後 各國手上所持的美元 突然間可以換回少了黃金 其實是一種搶掠 這就是一種搶掠 但是李克遜單方面宣布這件事 這個國家當然是不滿意 不滿意 那些人拋售美元 那美元更加跌得更重要 為了要維持當時的國際貿易的穩定性 你不可以讓美元大量跌一跌 大家的交易貨幣都變了 而且美元 因為上次的布雷登森林協議裡 很大人拿了美元作為國家儲備 不是用黃金 是用美元 因為以為美元可以直接和黃金兌換 現在發覺不行了 兌換少了 儲備便少了 因此他們都願意有一個新的協議 而要阻止美元的狂跌 於是出了一個新協議 這個協議 叫做 市民深協議 市民深協議 其實就是西方有10個國家集團 重新准許美元慢慢貶值 結果這個協議 都不維持得很久 去到1977年12月左右 中央這個協議都完全名存失望 而換回頭 就是現在 以前各個國家和國家之間的貨幣 以一個定了的交換率 交換率 因為各種貿易 就准起大約1%的浮動 升到2%多 都不行 現在 當這個市民深協議全部瓦解之後 無緣無故 全世界所有國家 互相之間的貨幣 就變成浮動 但美元 因為它這個歷史地位 就繼續成為 它國際的交易貨幣 也成為很多國家的儲備貨幣 為何做到這件事呢 這個就是通過基辛格 走去那些貨幣 跟貨幣 跟貨幣 談判 就要求貨幣 以後買石油 一定要用美元結算 用美元結算的結果就是 因為所有國家大部分都是石油入口國 因為它是石油入口國 所以它需要就是 找美元來找這個石油的數 要美元找這個石油的數 唯有就是用些貨幣 各種各樣的東西 去美國就換些 美國印的那些石油出來 所以美國那麼富有 因為美國富有完全是因爲 它可以輕易地印銀子 總之你這些人信美元有用 那麼它可以繼續印 而它亦都可以將自己本身 美國裏面的經濟問題 輸出去世界 比其他國家去背 有些人叫做割韭菜 即是說 你們這些人種菜 種完菜他們走過來 幫你收割 有些人叫做剪陽毛 即是你們這些方法是怎樣 就是當它需要 減低它的負債 或者它的資產的時候 減低利率 減低利率就會引致美月向外流 當美月向外流的時候 它便會印出去 這些流出去 美月是一個 扁作值的低價錢流出去 好 接著 沒多久 它便可以升高利率 升高利率 美元上升 美元上升 便會流回到自己國家裏面 流回進來的時候 它便會升值 即是便宜買 便宜買貴買 你要回到自己貨幣 它便會貴 按回自己貨幣時 美元便會貴 按回自己貨幣時 因為美元流回進去 你就要換回自己貨幣時 美元便會貴 因此美國上下其手 不停地獵取各國資源 兼得各個國家 被它不停地展揚舞 這就是第二件事 這是發生在1971年開始 一直延長到1977年 之後 到今天為止 仍然在行動 美元仍然是世界各個國家的主要儲備貨幣 而是各種貿易的主要貨幣 待會我第三節會說說最新發生的事